我現在再解釋一下這個神聖情查經法和《講道法》 這個其實都是神的心意來的 就是叫我們宣揚那趙 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們的侍奉是宣揚神的美德 宣揚神的美善 你告訴我 床暗一點 就是榮耀神 是榮耀神 就是我們的侍奉是榮耀神 主要是榮耀神 然後神的恩典去鼓勵人 主要的侍奉不只是吩咐人做什麼 就是你要祈禱 你要讀經 我們主要是榮耀神 告訴人們神的美善 神的美好 叫祂坐在後面 我用個比喻 用個比喻 用個比喻形容 因為很多時候人不太知道神的美善 他就覺得信耶穌之後 現在有很多責任 又要讀聖經 又要祈禱 又要悔改 又要離開罪 又不可以做很多不應該做的事 他覺得很淒涼 很大壓力 很大壓力的時候 他覺得很辛苦 但是人是可以被神的愛激勵的 我用個比喻 好像結婚 結婚的時候 戀愛的時候 在戀愛的時候 起初戀愛的時候 是很開心的 很歡喜的 有機會 可以有機會聆電話 有機會看到他 馬上很喜歡很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覺得有個人喜歡自己 有個人愛自己 有個人 歡喜和大家一起 很開心 那就是恩典的推動 就是很有動力去做 而 有時候往往結婚 就不是這樣 為什麼結婚呢 開始又要洗碗 又要拖地 又要擺好衣服 又要做這樣那樣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做 就開始 有時候已經呱呱了 如果不懂得 建立關係 又要 你又洗得不乾淨 你的衣服擺好 你又說話 又不聽我說話 又說話又那麼粗魯 於是 傳遞很多負面的感覺 開始 只是要做什麼 即是開始說 你要做什麼 你要洗碗 那時候 就變了 關係 整天都是 律法 要做什麼 但是為什麼戀愛的時候 這麼好呢 因為戀愛的時候 有很多溫馨和愛 其實 神是給我們很多愛的 但是很多時候 人 信念耶穌 將會變為律法 即是說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這樣的時候 就變了壓力 所以很多人信耶穌 事奉 和事奉都是 又要傳道 又要福音 又要幫人 那些人又不聽話 很難搞 很難搞 這樣就變成一種壓力 所以有些人事奉都會做到殘 因為它是一個律法 但是如果它是 記得耶穌說很多說話 是恩典的 即是 恩典是由 我們未認識神 已經有的了 未曾有這個世界 神已經揀選我們了 已經有個計劃要救我們了 神已經在我們生命中做很多工作 然後呢 神就預備耶穌來 創造人之後預備耶穌來 也啟示聖經 就預備由感動人的心去悔改 又使用基督徒向我們傳福音 一直帶領我們 那麼 當我們有時不聽話 神就會跟我們說話 感動我們 聖靈會感動我們 即聖靈會不斷不斷提醒 不斷提醒我們 而當我們稍有回應 神就很歡喜 這個人就會很開心很滿足 心靈會很滿足 很有力量 很有智慧 各方面都會提升 而他不聽話的時候 神就不會丟下他 神就會繼續感動他 帶領他 幫助他 即是神是 總之你聽話不聽話 他都有幫你 那麼當然 人繼續不聽話 結果是 他不會得到很大的福氣 但是神都會感動他 那麼有些人可能過了幾十年 才悔改 有些人就很快悔改了 那麼原來神是做很多好事 而每一件事 都有很多恩典 就好像今天我講的智慧 神那種智慧很大 但是他不是收為自己 他是分給我們的 譬如說愛 神充滿愛 他又感動我們愛人 信耶穌自動開始會關心人 自動見到人 又會想 他都能夠得到耶穌的救恩 他會有一種生命流露出來 這個就是神的恩典 他會推動人 改變 他會推動人 去怎樣幫人 亦都有智慧給我們的 神的恩典是很多方面 你去想的時候 越想越多 如果人被恩典推動 就好像戀愛那時候 就好像我這樣 我想到神 我就很歡喜 我是很喜歡神 因為我覺得神做什麼都好的 就是用一個例子 比特快要否認耶穌的時候 耶穌就跟他講 他說 撒旦要犀你們 好像犀蜜子一樣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犀利的信心 你回頭以後 要堅固你的弟兄 那是 真是很大的安慰 就是 就是告訴他 雖然撒旦要犀利 但我已經為你祈禱了 就叫你不至於犀利的信心 然後你回頭之後 你就堅固你的弟兄 然後比特才說 我到死我也不會否認你 然後耶穌才說 今晚雞叫 你要三次否認我 然後耶穌才說出 他要面對問題 但耶穌已經一早說 我為你祈求 所以這裡讓我們看到 原來就算我們軟弱犯罪 神都依然愛我們 神都依然關心我們 那我看聖經 因為我 就是我經常看聖經 我經常想神的恩典 也都因為我讀的神學 他很強調平衡 律法和福音 他就是福音的 不是恩典的 但我發覺 不是每一堂道都說福音 福音就是講到救恩和社罪 不是每一堂都說社罪和救恩 有很多神的恩典 很多方面 於是我在不同經文去找的時候 我就越找越多 而我發覺那些是神的方法 不是我作出來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練習做這件事 而我們中間有些人就願意去練習 分享信息 分享信息 你可以第一件事做 用電話錄給我 我聽到 已經覺得幾好 我就讓你在台上可以分享 台上分享 我給你一段時間 根據你分享的情況 譬如說 很好 我給你多一點時間 總之 有些人覺得我可以建立其他人 我就會給你機會 因為我想訓練到更多人 能夠侍奉 除了分享信息 分享聖經 亦有很多方面 輔導 為人祈禱 那些全部都想訓練 敬拜 彈琴 唱歌 打鼓 什麼都可以訓練 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學的 而這裏 這個查經法和講道法 是可以幫你的 我現在示範一下 希望少時間給大家練習一下 譬如說到 神是喜樂的 你們 中文翻譯就是 你們要靠主喜樂 其實呢 在翻譯上有兩個問題 第一是個要字 原文是沒有個要字的 英文翻譯是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據者說 在主要喜樂 中文就好像 起樂啦 好像太口語化 所以就加個要字 但要喜樂是不同的 開心啦 這樣是不同的 因為其實翻譯呢 你們開心啦 在主要裡面開心 應該是這樣的 是一個邀請你開心的 但你們要喜樂有些不同的 就好像這樣 你要喜樂呀 接著耳朵 你要喜樂呀 知不知 你記者要喜樂 好像有一種要的意思 所以中文有時 翻譯要 我就不 通常我講 我就很少這樣講 我說呢 神給我們很多恩典 我們可以喜樂呀 我們可以開心的 好了 再主要你喜樂 這句說話這句經文 可以有些什麼的恩典呢 和神的本性呢 我現在講一講 首先神是開心的神 雖然神這麼聖結公義 神又會審判人 但是神是很慈愛 很開心的 祂是充滿喜樂的 天堂就是喜樂的了 即是說呢 將來有一天 我們去到天堂 就發覺天堂這麼開心的 那麼耶穌都講 在馬太福音25章那裡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可以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即是主人是快樂的 你上班 有人上班 你上班 你上班 你入老闆的公司 是不是一個喜樂的公司 不是 多數都不是 多數都不是 即是 很多人的家庭 公司 教會 都不是喜樂的地方 但是天堂呢 是一個喜樂的地方 即是神本性 就是一個開心的神 好了 神開心 還有什麼恩典呢 神會令人開心的 你信耶穌呢 開始有開心的 信耶穌之後 大家有沒有留意 信耶穌真的開心了 第二 讚美神會開心的 那麼 他裡面 會產生一種開心 而當我們 越數算神恩典 又越開心 即是他給了很多恩典 當我們一數的時候 就有開心了 而我們開心的時候 以神為樂 神又歡喜 神又賞賜我們 那麼我都將 這個恩典 分開做幾種的層次 第一個層次 就是神本身做 當我們未曾做任何事的時候 神都做的 第二呢 就是神改變我們 第三呢 就是當我們遵從的時候 他又賜那種恩典給我們 我再說一次 第一呢 就是神 已經將這種 開心的 恩典 給我們 第二呢 第二呢 就是神呢 改變我們 其實這兩個 這兩個是 是類似的 或者神給我們的能力 改變我們 又推動我們 應該是第二點 推動我們 推動我們 去喜樂 第三點 當我們做對的事的時候 會又喜樂 那麼我們講到喜樂 這三方面 要講恩典 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說 不知怎麼說 第一點怎麼說呢 神是 計劃呢 這個救恩的時候 是計劃我們 將來是 個個都可以 喜樂的 神的救恩的方法 救了那些人 是喜樂的 即是他本身 他做事 我們未曾有這個救恩之前 他已經是有這個計劃的 這是第一 是的 第一點 就是 我們未曾做任何事之前 神已經的計劃 就是 我們開心的 第二點 就是 神拯救我們 就會將這個開心的質素 放在裡面 亦都激勵我們去開心的 那第三 就是當我們一聽話 就會開心 一親近他就會開心 還有我們一開心 神又歡喜 神又賞賜 那為什麼分開這三類呢 有些是 我們未曾做任何事之前 神已經祝福的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即是 譬如有些人和子女說 你乖我就疼你了 即是 你要乖我才會疼 你不乖就沒得疼 是 應該說 其實他先疼他 疼他 然後改變他 讓他乖 他一乖 如果用人的比喻 第一 首先我父母疼子女 第二 父母 令到幫助子女能夠乖 即是能夠 即是能夠 他改變他的質素 或者是好的榜樣 第三 就是當這個子女一乖 那時候 他的父母就會賞賜他 祝福他 即是給他一些禮物 這樣 好了 我再講一次 我們講的時候 不要只是講出來 是令到人有這種感受 我現在試一下 用這個方法形容出來 首先 在永恆裡面 天堂已經開心得不得了 神是極度的喜樂 他經常都是 哇 又輕鬆 又 完全的滿足 在裡面 那種喜樂 是我們無法形容的 其實我們現在經濟的喜樂 和天堂的喜樂 都是相差很遠很遠 因為我們總是有罪 原來呢 神本身 我們未曾有人之前 神是一個開心的神 那由神拯救我們的時候 就將這種喜樂的質素 放在聖靈傳遞給我們 賜給我們這個喜樂的心 所以基督徒很多時候 就會看聖經 就會有 我請問問 因為有時候我們感受 你等一下先問一下 那麼神就已經 將這種喜樂的質素給我們 那麼神也都推動我們喜樂 聖經裡面提我們 聖靈又感動我們 也都呢 有時候呢 有些情況 有些人呢 聽了一首詩歌 聽了一下 忽然間很開心 這就是神呢 透過一些詩歌 或者說話 忽然間令這個人 充滿喜樂 然後就會提醒我們 如何處理生命 他又幫我們處理生命 還有我們想反面 喜樂的相反就是 有壓力 不開心 神又會幫我們 如何處理垃圾 即是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讓我們可以開心 然後當人以神為樂 神又會喜樂 神又會滿足 神又會祝福他 神又會提升他的生命 這樣 怎樣說到令人歡喜呢 我用一個比喻 譬如說 我們上班 很多時候的老闆不會說 我想要你好喜樂 甚至結婚呢 有時候有些夫妻關係 都未必說 祂很想令到你喜樂 所以在世上 我們經歷過很多 不是令我們很開心的經歷 但是我們想到神呢 祂是怎樣呢 某程度好像一個 爸爸媽媽很疼的子女 我帶你玩 一起開心 有時候我們不開心 就哄我們 你開心 我把你的煩惱拿走 我幫你的 我會幫你的 祂真是一路 跟我們一起 陪伴我們 加力給我們 讓我們開心 原來是一個這麼好的神 我只想到這麼好的神 我已經可以開心了 想到天堂那裡 這麼沒有煩惱 我已經可以開心了 我們日日開心 以神為樂 開心都有兩個原因 一種原因就是 世上有錢 成功 另一種原因就是 神這麼好 我便開心了 以神為樂 神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那原來呢 神由創始成終 所以我形容恩典 是創始成終 由起初 一路到結束 都是祂一路保守的 那這就是 講到神的 講到神的喜樂的時候 可以怎樣說 就是這句說話 就是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你們要靠主喜樂 你們要靠主喜樂 中文翻譯就是 靠主喜樂 其實原文是 in the Lord 是在主你喜樂的 其實沒有個要字的 如果我用廣東話 翻譯得更加透支 就是 在主裡面開心啦 在主裡面可以開心啦 這樣我可能翻譯得更加好 細細一點 OK 那麼 首先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 譬如那個人教導要時間 那未到時間 怎樣可以起落呢 我想說 信耶穌不是 要時間才可以起落 如果大家記得 你信住那一刻 不知為何 就有一種起落湧出來 就是神的同在呢 就是起落的 神是一個起落的神 而我們親近神 也是可以即時起落的 有時有些人 他親近神 立即起落 那也都我們可以 為人祈禱 他可以經歷起落 所以呢 起落是兩方面的來源 一個是思想上的改變 第二個就是恩典 就是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帶來起落 所以這兩方面呢 配合 而基督徒有時 耐了反而失去起落 因為他沒有保持到 那就需要學習回 第一 建立回信念 我知道神是一個起落的神 我做什麼對的神 好起落的 我有一個起落的秘訣呢 就是怎樣 聖經說 一杯涼水給一個小枝 都不能不得上次 那我經常都說 我現在正在做對的 神很開心了 所以我現在可以開心 我又 早上起床已經是這樣的 我贊給神 神就很開心 哈利路呀我就開心了 但我不用次次告訴你 因為我已經入腦了 現在神很開心的 哈利路呀 神 那我隨時隨地就可以起落 那這個是可以養成一種習慣 還有聖年充滿呢 靈越通呢 就越起落的 那我發覺很多人在那裡呼叫呢 將那些重蕩叫出來 那心裡面都會湧出 起落出來的 那所以是神的同在 和這個思想上的同在 神功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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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